书中无归途 第一章 命运的安排 陈荣站在茫茫无边的农场中央 望着一望无际的田野 心中泛起一阵无力感 他刚刚结束了数不清的快川任务 本以为终于可以回到现实世界 然而系统却将他投放进了一本陌生的书中世界 这个世界设置在1977年 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根据剧情设定 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 为无数人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他的母亲 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将在年底收到来自京市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陈荣一开始对这个情节并无太多感觉 直到他明白 自己正是书中那个被遗弃的孩子 故事的发展是 他的父母会在年底离婚 母亲带走了大哥 父亲则带走了二哥 而他被无情地留在了这片农场上 成为了一个孤儿 第二章 不爱学习的父亲与未来的改变 陈荣的父亲陈建国 一个在村里不学无数 沉天混日子的农民 从未对学习感兴趣 然而 高考恢复的消息让他看到了新的出路 虽然自己早已过了考试的年龄 但他动用了各种关系 最终搞到了一个回城的名额 这个名额成为他脱离农村生活的救命稻草 也成为了他与妻子无力离婚的筹码 陈荣看着这一切发生 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他知道按照书中的剧情发展 自己将会被遗弃在这个农场上 过着艰苦的生活 然而 他不甘心任由命运摆布 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三章 艰难的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荣感受到家庭中日益增长的裂痕 母亲无力每天都沉浸在书籍中 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着准备 而父亲陈建国则忙于拉关西 寻找离开农村的机会 大哥陈豪和二哥陈强似乎已经感受到父母之间的不和 对陈荣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陈荣开始试图与父母沟通 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决定 然而 他的话语在这个家庭中显得格外微不足道 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 都只顾着自己的未来 对于这个年幼的女儿漠不关心 终于 命运的那一天到来了 母亲收到了京市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整个村子为此轰动不已 母亲无力在喜悦中做出了离婚的决定 父亲陈建国也顺利拿到了回城的名额 他们在村委会办理离婚手续时 当着村干部的面分割了家庭的财产 并且将孩子分配给了各自的父母 你们谁也不想要荣荣吗 村干部有些惊讶地问道 他还小 留在农场吧 让他跟着村里人生活 母亲无力冷冷地回答 是啊 他跟着我也没什么用 还是留在这里吧 父亲陈建国附和道 就这样 陈荣被无情地抛弃了 成为了村子里的一个孤儿 第四章 自我就熟 陈荣一开始对这种现实感到绝望 却也明白 自己必须自救 他开始努力学习 利用父母留下的书籍 将自己封闭在知识的海洋中 他知道 唯有通过学习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陈荣得以参加四年的高考 尽管起步较晚 但他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和智慧 最终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他流下了眼泪 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那个曾经被遗弃的小女孩 进入大学后 陈荣选择了一条与家人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决心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人 不再依赖他人的施舍与关爱 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 未来的道路虽然艰辛 但他将不再惧怕 结尾 未来的希望 多年后 陈荣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教师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们 不管命运如何残酷 只要坚持不懈 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他从未联系过自己的父母和兄弟 尽管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对家庭的渴望 但他明白 有些人注定只能在记忆中相见 陈荣站在讲台上 望着台下的学生们 心中泛起一丝微笑 他知道 无论世界多么残酷 只要心中有光 便能在黑暗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这个世界或许没有归途 但他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